吃瓜群众铁饭吧,张汉和张俊宁确实没有谈恋爱,不信你就看着六个字,监狱又有一部制作精良,的轻功大戏播出了。 看了几集后大家纷纷都被张俊宁疯狂圈粉了,因为他在剧中饰演的海贵人,着实让人心疼又喜欢,心疼他不争不抢,每次都被各种嫔妃变招打的欺负,又喜欢他对女主的忠心,和有情有义的性格。 而且后期黑化的他看起来更交代感,完全与前妻小可怜的样子完全不同,受到了大批网友的追捧。 而9月4号正好是张俊宁的36岁生日,他也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和一众好友庆祝生日的照片,照片里的他看起来非常开心,笑容也从未消失过。 更重要的是他的颜值,一如猪道士的样子都没怎么变过,还是那么少女紧致。 不禁让大家惊呼,他这些年来是吃了什么好东西,怎么竟然如此猪眼有数,想来是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和兼职风雨无阻的运动,所以才是保持他童年的执照吧。 张俊宁如此之美,大家自然也会关注他的感情生活,看看有哪个男明星能够和他相配,无独有最近入媒体付出他和张翰之间似乎有恋爱萌动的迹象,虽然被及时否认了,但是这个消息一珠还是激起了大家的八卦雷达。 想一看究竟,毕竟两人却蛮美与年纪相仿,同况一起很是两眼般配呢,可是大家却没有在张俊宁庆生的照片中,发现张翰的身影,却发现了张俊宁和儿子一起过生日,这让大家着实不敢相信,什么时候跑出来了个儿子。 原来这是调皮的张俊宁分享自己的娃儿子,还说很开心有娃哥,来陪额娘过生日,看看这个茫茫的旅行青蛙,实在是可爱得很,网友也被就对母子的搞笑出众笑点,无法自拔,看来各位关心张俊宁感情的吃瓜群众都能散散了。 她和张翰之间,确实没有谈恋爱,看看母子共庆生日这六个大字就能明白了,过生日这么隆重的日子,当然少不了美食美酒相伴,大家都坐在张俊宁的身边,尽管灯光昏暗,但是众人终一眼就能看到她,完全就是寻场的焦点,散发着光芒。 张俊宁也表示很感谢大家对她一直以来的陪伴和对她的生日祝福,而且她作为一个毫不扭捏自然的明星,面对镜头并没有摆拍,而是就让镜头记录下来她平常的样子,特别真实不造作,难怪大家对她如此追喷喜爱,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张翰和张翰和将军您确实没有恋爱,不幸的朋友看到那六个字,我想也一定想明白了吧,也则真名,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 张翰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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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翰。